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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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人喜欢说周杰伦江郎才进了 写不出好歌了 可是即便周董一直不发专辑 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也是不可撼动的 他仍然是站在顶峰的人 你能够相信 打开周杰伦新歌销量榜 在前100的粉丝工会里 三分之一都是粉丝们帮自己的偶像追偶像吗 无论我们如今身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流量时代 拥有着怎样的新生败偶像 作为你偶像的偶像 他就是可以这么的豪横 20年来 他创作了近400首歌 用无与伦比的创作思路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周氏风格 直到今天 他也从未停止过创作的脚步 如今已经40岁为人夫为人妇的周杰伦 无论是对于歌曲还是人生 一定都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他不再是那个唱者 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的腼腆少年了 晴天 周杰伦 而是那一个可以笃定地唱出你所在之处 孤单都被征服的幸福男孩 不变的是 他依然是那个我们当年最爱 现在但凡开口必刷屏 让我们怀念青春的人 因为只是周杰伦这三个字 就已经代表了无数人的回忆了 在周杰伦出道的那一年 孙燕姿也出道了 一出道就抢走了周杰伦的最佳新人奖 看来周杰伦把整个歌坛大大小小的奖都拿遍了 却再也凑不起大满贯 而当年赢了周杰伦的那一首叫做《天黑黑》 20206月9号 是孙燕姿出道20周年纪念日 他在微博上面毫无预告的情况之下 直播了一场线上演唱会 他穿着一件简单摆踢 布施散戴 弹着琴 唱着这首歌 《天黑黑》刚一唱起 多少人的眼泪就跟着流了下来呢 《天黑黑》 孙燕姿 My Story 如宋经典全记录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然而横冲直撞 被误解 被骗 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 还是会有这样的人让人奋不顾身 不会再有这样的我奋不顾身了 第一次听到爱总是让人哭 让人觉得不满足的时候还很小 觉得爱应当是一件很甜蜜的事情 对于这句话全然不明白 后来当自己真正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才知道 爱是患得患失 再坚强的人因为爱当中的一点点情绪都可以泪流满面 二十年过去了 孙燕姿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脸上也有了一些岁月的痕迹 我也为人妻 为人母 有了淡淡的抬头纹 法令纹 也经历了人情冷暖 可是当她开口的刹那间 却又觉得似乎什么都没有变过 二十年前的《天黑黑》MV到直播 孙燕姿穿的都是一件简简单单的白色T恤 听着这一首首熟悉的旋律 她和屏幕前的我们淡淡的聊天 仿佛都能唤醒记忆里所有最美丽的时刻 她依然自然洒脱 真诚善良 还是那个爱唱歌 爱音乐 爱自由的女孩 这样的孙燕姿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呢 她是肖战的偶像 这场直播虽然是零宣传 但是播放量的官方数据已经超过了1.1个亿 相关话题阅读量总量是超过了10个亿的 直播的第二天点开QQ音乐的飙升榜单 孙燕姿的歌曲前十占9 简直就是她的个人歌单 来 截屏大家感受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国民度 前100占据了52 婚后半饮退多年的孙燕姿 平时是不营业 一出现的还是女顶流的水平 这是现在所有新盛代的女歌手望尘莫及的 果然只有作品才是真正的实力和底气 不需要炒作 不需要买热搜 不必担心热度 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之下直接开场 这份自信也不是谁都有的 直播期间被粉丝点歌轻唱随即切换 大把方方的说来就来 轻唱都能够自带混响 如果说人心动心碎的时候都会有声音的话 那么大概就是一样的夏天里的电吉他了 一样的夏天 孙燕姿 我淡淡的想着你 那年夏天 最后的那一天 你轻心的唱着歌 未曾感受的温柔 模糊我的双眼 终于也可以开始一个人看明天 小时候吃着冰棍听这首歌的时候 直觉的是嫩嫩的热热的夏天 现在在听到孙燕姿的声音和歌词 才听出了这其中的纠结 忧伤 惋惜和感怀 明明是想你 却说成了是怀念夏天 恋爱和失恋 热烈和遗忘都属于夏天 同一首歌不同的年纪 所以也会有不同的感悟 但是我始终都会记得 那一年那个艳阳高照的午后 我在家里面一遍一遍的听他的专辑 直到20年后的今天 想起当时还在青春期的自己 那真的是最好的年纪 是的 谁能够想到 最近《回忆沙》竟然一波波的袭来了 2020年5月31号 5月的最后一天 在线上再一次的看到了 5月天的演唱会 5月天有多绝呢 硬是搞出了一场MV一样的直播 高质量音效 高质量舞美 高质量制作 还有隔空合唱的重磅嘉宾 在无人的体育馆开LIF 座位上面可以长控的荧光棒 嗯 这真的很5月天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 每一次听5月天都会热泪盈眶 因为那些歌里唱着梦想 远方和希望 当然还有爱情 回忆总在寂寞的时候涌上心喉 思念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格外强烈 它们总能够用最简单的语言 表达最复杂的心情 戳住你的心 让我们在安静的夜里 听到泪流满面 是啊 哪有什么突然好想你 只是一直都没忘记 突然好想你 5月天10万人出头天立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最怕回忆突然翻滚脚痛者 不平息 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 没有你 却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当他们坐在座位上面 唱着知足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突然想起了 那个想爱 却再也爱不到的人呢 很多年前 我们一遍遍的听着 却不懂词中意 直到突然有一天发现 原来唱的就是自己 那种心痛的感觉 让人满意呼吸 5月天 知足 最真节作选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要怎么收藏 要怎么拥有 如果你快乐 再不是为我 会不会放手 其实才是拥有 知足的快乐 叫我忍受心痛 谢谢你们 让5月天最后的夜晚 变得温暖而感动 谢谢正能量的你们 曾在我们的青春里出现 教会我温柔 让我懂得倔强 也给予我做梦的力量 4月的回忆和感动 是刘若英给的 刘若英给我们带来了一场 精心制作的 线上剧院演唱会 她穿着白衬衫 和卡其色的阔腿裤 白球鞋 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两个小时 14首歌 边唱边聊 它还是那个温柔 治愈人心的奶茶 演唱会有两首她自己的歌 一首后来 一首成全 这场演唱会 后劲很大 全网的观看人数 接近是1.5亿 太好哭了 后来当晚就冲上了微博热搜 身边很多的零零后啊 都震惊于刘若英的影响力 就连刘若英自己也说 20岁的人可能都没有听过我的歌 但是无论你是不是他的粉丝 总能够从他的歌里面找到共鸣 毕竟谁的青春里边没有后来呢 后来刘若英 我等你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可惜你早一眼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终于在眼泪当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后来的我们什么都有了 却没有了我们 这是刘若英自己都曾唱到 失声痛哭的一首歌 都说听估的是有故事的人 听懂的也已经成为了曲中人 是啊 屏幕前的你我跟着一起唱到了最后 唱到泪流满面 心里边却藏着不同的不能说的故事 这些年呢也听了很多不同版本的成全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唱出刘若英的味道 如果刘若英唱的是前半生是舍不得和放不下 那么刘若英唱的就是后半生 是不回头和放得下 成全刘若英年华 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 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 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 年校时的那些苦涩的所谓成全 或许仍然暗藏着藕断丝连的云密与不甘 唯有成熟之后才听懂了奶茶歌声当中的洒脱 与云断风轻 真正爱过的人是做不成朋友的 因为再多看一眼都还是会想要拥有 当然了如果你听不懂后来和成全 也真的是足够幸运了 最近是真的容易感慨 也容易感动 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幸福 有周杰伦 孙月姿 五月天 刘若英这样的大咖 在我的青春里边出现过 并且陪伴我们一路成长 我的青春真的好牛逼 但是却让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终于到了要被称作是中年人的年纪了 突然就觉得自己老了 我问朋友 是不是我们的时代要过去了 他告诉我 不是的 是我们的青春过去了 属于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啊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